嗨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開心 我在大理的鄰居 在鳳梨古鎮這弄了個小院子 今天要求我過去看看 現在呢做民宿 也不知道他的民宿現在這個 生意情況怎麼樣 在大理租個小院子需要多少錢 正好也有朋友呢 讓我幫著在大理這邊呢 找個民宿住一段時間 順帶著呢帶大家一起看看 好走吧出發 騎上我是小孫子 按照鄰居妹妹過發的位置 應該就是這兒 這個小院不錯還挺好的 這邊你還養著花 這兒一共有多少間客房 有這7間 有7間客房 還挺多 一般在這兒都是常住的 對常住的 可以移住住一個月 一個月最少一個月月住 行挺好的弄得還不錯 這些花全是我自己有的 那個豬豬的上山 全什麼都沒有 上山去挖回來的 這個地下改功夫 原來是什麼樣的 原來咱們三種 都會拉大那種 水泥 水泥地 哦水泥地 你就看中這棵樹了 這一棵櫻桃樹 這間全是葉子冒冒冥冥的 明年開春就能有櫻桃吃了 都是上大理的食材廠去掏的 不要的廢角料 人家不要的 我去撿的 人家要燒火 然後就那些門牌 就是我從人家的柴火堆裡面撿回來的 就裝了四五個月 就五月份我租了 然後十一才才開始 這個一年多少錢 兩萬 三年一漲 三年一漲 裝修投資花了多少錢 最少得十多萬 十多萬了 十多萬了 那現在沒回本呢 沒 這是一個雙人街 這是雙人街 還挺好的 這一間房多少錢 你要單天住的話也就五六十吧 一月八百塊錢 這樣的房子一共有幾間 六間 做客房的話就是七間 剩下就是客廳和廚房 剩下就是客廳和廚房 我自己做 這還有一個套間 大茶桌 這是一扇門改的 對 這是我自己做的門 老闆板做的 嘿 你行啊 你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買的腿 買的腿 這是套間 這是外面是一小茶匙 還有客廳裡邊是一個 這個價格怎麼樣 這個就比這個貴兩百 貴兩百 這間房稍微貴一點 這邊還有一個客廳 這是公用的 公用的 公用的就是 馬上我們在這考古 然後開地 考古 這是一個瑜伽室 就是做瑜伽的 瑜伽室 專門騰出一間瑜伽室來 有客人也在這做瑜伽 有時候會帶著他們做瑜伽 這一個小餐廳 共享餐廳 這一個公用廚房 做飯就不用再另外交錢了 這廚具人都有 電磁爐 可以自己做飯 這是兩個廚房 一個西式廚房 一個是中式的 這白嘴人的廚房 白嘴人的廚房 也可以做燒烤 挺好的 沒事就自己燒烤了 自己自問注意 那有四個衛生間是吧 四個 這一個 這一個 完了上邊有兩個衛生間 早上二十小時太陽能 對 都有熱水 但晚上洗點冷 是嗎 這是二樓 二樓有六個房間 這兩個衛生間 現在都基本上滿了 樓上六間 樓下兩間 這樓上是露台 大露台 這有一個大露台 這真大 你都能在這打羽毛球了 對 這上面是風車山 這上面風車山都是雪 養人 養人 我們這幾個小姑娘 他們從武漢 什麼來的重庆來 到這兒就 哎呀喜歡的不得了 天天藍天曬太陽 他們那兒連藍天都見不著 天天的雾霾 就 咳呀 不清醒的 到這兒啥病都沒有了 但藥都沒吃傷 就完全靠氣候就養人 就是治癒 氣候啊 它主要它不乾也不濕 這兩天下點雨 溼潤 年內我覺得這兒最舒服的 就是三福天 北京那邊都三十七八度 熱得要命 夏天的時候 我還得穿兩件衣服 因為我經常是 夜裡頭下雨 白天就是晴天 特別有意思 然後每天晚上都 小秋風一刮 有點不熱 從來說大理還是必要 最後呢 幫大家夥總結一下 鄰居住這小院子 前三年是每年兩萬塊錢 三年以後 每三年加三四千塊錢 自己改造裝修 花了十多萬塊錢 改造以後 它做成民宿了 每間房按月租是八百元 日租是五六十塊錢 洗澡是24小時太陽能洗澡 有兩個公共廚房 可以自己買菜做飯 它的優點就是 在鳳一鎮鎮中心 生活比較方便 物價也比較便宜 交通也比較方便 從下關市區 有公交可以直達 缺點就是位置稍偏一些 離而海大概六七公里 去大理古城 蒼山而海等景區 稍微遠一些 另外呢就是房間裡 沒有獨立衛生間 但是它每個樓層呢 有兩個公共衛生間 您覺得在大理租個小院子 做民宿這個方案可行嗎 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言 好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兒 記得點擊關注 咱們下個視頻見吧 拜拜